記者就有一點抱怨 我等那麼久了 我就有一點尷尬 可能是那個情形 我才有那個標準 我實在是自己都不知道 究竟是什麼表情 讓邱毅仁耿耿於懷 把時間倒回到17年前 就是這沒來由的一抹神秘微笑 但當時其實在府內 是要開319槍擊案的記者會 因此就被質疑有陰謀 而從此神秘微笑 也緊跟邱毅仁 只是難得公開談這件事 或許也是因為眼前是老長官 前總統陳水扁 果然老朋友台杠總有新爆點 被封為民進黨頭號軍師的邱毅仁 對台獨的坦白 也讓蘭毅看見破口 台獨這樣的議題就是一個假議題 台獨這樣的議題就是一個民進黨 拿來選舉時候操弄工具的議題 沒有所謂台獨弄這個 現在台灣本來就是獨立於中國之外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只是這個獨立上面的一個解釋的方式 我們要把它變成一致一致的放到憲法的條文裡面 變成修憲案是有在推動上的困擾 看來就算很久沒走跳江湖的邱毅仁 說的話還是很有指標意義 只是這時願意出來被專訪 會不會是因為疫情要戴口罩 大家也就不會專注他臉上那神秘微笑 TVBS新聞正盛為談一輪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